这个员工正在怒怼老板 银四听见上阳的指证很是自责 立刻表示收回成命 上阳却一翻白眼 现在下书 那就真是朝野皆知了 这事我来处理 你不用管了 黑伯辅佐两代秦军 如今竟选择了殉葬 上阳请求 以上卿之力 准黑伯陪葬 银四立刻答应 处理完这些事 上阳一步步走向银四 提出离职 上阳已经将所有的事情交代给了警仙 秦国不会乱的 秦国不乱 但隐私很乱 面对商军 他压力很大 但商阳一旦离开 必将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转头 商阳来到了警戒府上 他要亲自处理闯城的王室 众人都没想到 一向严格执法的商阳 选择了网开一面 但一旦破法 商阳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王室也苦苦哀求 他请求严惩 千万不要破法 商阳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你王室 也是变二十年的老人了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 你都过来了 怎么会在最要紧的时候犯糊涂呢 先军营取良去世 新军营四刚刚继位 各方势力蠢蠢欲动 恨不能一夜之间推翻新法 至此危难之际 咱们哪怕再悲伤 也得学会打碎牙往肚子里吞 挺之腰杆 稳定朝野 王室终于知道错了 作为公骨之臣 你王室蠢到了极致 商阳很是心痛 但他自知 自己难逃一死 所以他要为秦国留下一些种子 足以让庞大的秦国蓬勃发展的种子 哪怕会受人疑病 说完 商阳直接晕倒在地 他真是太累了 此事传出后 甘龙与甘城开始密谋 该如何干掉商阳 甘城建议 得有人出来挑明事情 才能定商阳的罪子 那么 谁是这个合适的人选呢 想来想去 老甘龙还是决定亲自出手 他让人秘密监视商阳 不要让他跑了 他要以护法的名字 扳倒商阳 让他无马分尸 盈域知道商阳心里苦闷不堪 你骂不了别人 你可以骂骂我 解解气 商阳知道清国已经到了十字路口 一步走错步步错 盈域很疑惑 盈司没有找你聊过国策吗 商阳一言不发 确实没有 盈域立刻就要去找盈司 却被商阳一把拉住 他要告诉盈域现在的情况 清军已经不是当年的太子盈司了 他是个极其有主见的秦国君主 国家大事 如果较尽血清私情 只会让大家都难堪 咱们要给他空间 让他自己选择方略 太子从小离家 如果让他和盈曲良一样 与我肝胆相照 这是不可能的 但他总会遇到与自己肝胆相照的人 哪怕这个人不是我 一日终于明白了 商阳要一举定情国 但他真怕商阳万劫不复 所以他勒令商阳最多半年 一定要离开咸阳城 商阳欣然答应 但商阳知道他已经走不了了 很快 甘龙亲自敲响剑谷 这本是为百姓所设 敲响可直面君主申冤 任何人不得阻拦 围着杀无赦 那时听到鼓响 赶了过来 看见是甘龙整个人都惊呆了 甘龙作为太师 奔克直面君主 但他还是选择了最正式的方式 甘龙躬身势力 名思很奇怪 你来干嘛来了 老甘龙振振有词 老夫今日手持精灵剑 明剑谷求剑君上 是为了救秦国于水深火热之中 老甘龙巧舌如簧 先军二十年变法功勋卓著 秦国富强 无能赶出良身 但执法大臣商鞅 独断专行 刑法多有失察之处 导致冤案累计 人心怨愤 秦国处在灭国的边缘 更为过分的是 咸阳令王室荒废国事 创称乱法 按照常理 应该叫廷卫府 侦查背后的原因 抓住幕后的指使者 但商鞅却独断专行 只发了半年奉务 让王室继续当咸阳令 因斯立刻表态 王室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可老甘龙却不依不饶 商鞅不让廷卫府审理王室 那就是循司王法 作为执法大臣 更是最佳一等 哪怕是君上 依不能帮忙掩饰 事后银四找到了井坚 问他此事该如何处置 井坚询问银四的意见 如此一来 井坚无话可说 回到宫中 银四回想起 当年杀石换粮之事 这事十有八九 和老甘龙脱不了干系 他现在要等 等那些幕后黑手 一个个跳出来 就在这时 樱花前来找他 银钱要见银四 银四当即决定 去见见他大步 很快 银四来到了银钱府上 看见银钱身体健康 银四躬身而败 他想请银钱出山帮他 可银钱却断然拒绝 银四自然有他的苦 看起来他是君主 但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银钱很是直败 因为你本来就没有自己的位置 银钱笑了 他转身邀请银四上前 银四看着银钱的样子 内心的愧疚与自责喷涌而出 他抱着银钱痛哭流涕 银钱拉着他坐下说话 他要给银四好好上一课 那么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这个我们下回再说 关注票要下集更加精彩